这来四川六区的神伤四川六区的神伤是一个选择的是霸鱼套啊 这这0点这一个红字 那他他有一个独立附魔独立附魔 我让你把戒指换掉了 不是戒指换了 戒指他是换了戒指还是什么 我记得他是换了一件装备 要不然他这个装备是 等会我去看一下看一眼聊天记录往身上 我记得是你这个44独立 我是让你干什么了 对对对 你们有段道八对 我是按照你段道八对 我想起来了 他是带了一个加灵的那个什么勋章 就是这一个44加这一个能 其实他是吃亏的 但是但是他愿意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起来我想起来 今天看的东西太多了 我想起来了 他是这一个加这个勋章 他是等于断霸武器 其实还是少少了少了几十点的 没有没有 他等于断霸武器 不能开魔狼 不能 你看看身伤的 他霸欲我给他减一秒 肯定比我快一秒 霸欲我都给减一秒 减一秒到两秒 我看看实际网络情况 网络差不多呢就是一秒 网络好的话就是两 网络差的话就是两秒 这玩一个墓碑加鬼闪 直接处理掉僵尸 然后放了滤震 加上卡洛 然后 你边拉一手 直接把僵尸处理的非常好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他是什么呢 他是直接用那什么 直接释放卡洛呢 现在应该不是叫释放卡洛 那是个单独独立的技能 还是怎么着 处理克瑞夫呢 放一个滤震 卡洛甩两手 直接直接用了这个什么 直接用了这个大技能 这现在是鬼泄 相当狠的一个技能 也是安营斩 还什么东西来 放一个紫震 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刀震 再出来 就应该被控住了 看到啊 这块释放了卡洛 加一个墓碑 好 很轻松的就打掉了门将啊 然后呢 然后呢 放一下兵震 然后这块就直接交鱼头吗 对 还有二绝呢 现在他的二绝也是伤害了 他是选择 他是选择打分身 你可以看啊 他这玩细节处理的 他是用一个卡洛的球 直接烫死另外一个 然后交到二绝 大墓碑 然后加小墓碑 直接秒掉 1分18秒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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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次 friction 再次转发 再次转发 慢慢吃 过来 启 明天 明天 下次 永远 希望 上 绘 出 了